这项两年一次的基隆海洋文学奖征选活动 包括现代诗、散文及小说三种主流文类 真文主题以基隆人文历史、自然景观及海洋文学为主 为了鼓励学生投入文学创作 三类文学还分别设立学生组特别奖 基隆市的特色呢 我们有三大类的一个真文 包括散文、小说跟新诗 除了这个以外呢 基隆的文学奖最大的特色 还有我们有特别设置的一个学生奖 也就是说涉及基隆市的学生 或是在基隆读书的学生 都有一个特别的学生奖 也鼓励学生来共同参与文学的创作 另外为了支持个人或团体出版与基隆有关的著作 基隆海洋文学奖更首度推出 111年基隆文学创作出版甄选补助计划 补助金额达20万 最多取三名 今年的基隆文学奖呢 我们新增了一个出版的一个计划跟奖励 这个出版是希望对基隆的这块文史跟土地 有一些认识了解的人能够投入出版的计划 那这个总奖金高达20万元 我们会征选三个奖项 基隆市华局方面表示 文学奖与出版补助计划总奖金将近100万元 共计33个名额 增建到8月15号为止 邀请大家一起来用文学串起对基隆这座海洋城市的美好记忆 记者张启腾 基隆报道